沙特阿拉伯星期日成為世界上最最後一個解除對女性駕駛禁令的國家 這個舉動對被迫要依賴司機、男性親屬、的士或約車服務的沙特女性來講具有里程碑意義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今個月夠早時開始向已經持有外國駕駛執照的女性頒發駕駛執照 他們只需要做一個簡短的路士就可以獲得新的駕駛執照 不過沙特阿拉伯的大多數女性還未有車牌 好多人還未有機會參加才只是提供了幾個月的駕駛課程 據憑博新聞社說對部分沙特婦女的採訪顯示出 多數人對這個新的發展感到矛盾 既對駕駛感到興奮又想尊重他們的文化 他們又說這個社會接受新的變化需要一段時間 汽車廠商對這個變化亦加緊準備 預計一旦沙特阿拉伯的一千萬婦女被准許駕駛 汽車銷量會大增 今年較早時福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 開始資助部分女性駕駛體驗活動 在沙特政府採取步驟 將女性駕駛合法化時 警察在上個月拘捕幾名推動女性駕駛權利 以及反對沙特男性監護體系的女子 在沙特阿拉伯女性對很多事情做決定時 在法律上被要求獲得男性監護人的同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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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